三十四年前 我从香港到台湾宣教 很早就去到嘉义 被刘晓婷的爸爸 也就是刘老牧师 邀请去教会讲见证 所以那个时候我认识 他的妈妈也就是刘师母 那么刘晓婷的教会 在台北的时候 非常接纳我们成熙会的弟兄 去实习 就是说接纳读之后 他读完我们的门徒训练中心 就要到教会去实习 那么在实习的过程里面 他对于我们这个 借了读的弟兄 有很好的一个印象 就是勤奋努力做事情 很好用就是这么说了 那么这次有机会 跟刘晓婷牧师在北美 就是在圣地亚哥相遇 我想是有神的美意在其中 那么其实他刚刚讲的那个 就是告诉了我们孩子 怎么会上瘾的其中的一个原因 其中的一个原因 那么成熙会今天 已经不是讲戒毒中心了 我们的中心已经变成戒瘾中心了 为什么呢 有很多的人来我们那边戒瘾 那么瘾的定义是什么呢 简单的来说 明知道已经破坏了你个人的生活 家庭的生活 工作的生活 婚姻的生活 精神的生活 你还要去做 那个就会上瘾 上瘾就会中毒 所以任何一件事情都会上瘾 everything can be drugs 任何一件事情 你误用乱用滥用就会上瘾 上瘾就会中毒 不过我们呢 就是名正言声上了毒瘾 那是法律上的名词了 其实我也是吃药 那个叫马飞药而已 现在就是讲安非他命药啊 什么摇头丸药啊 或者是什么 现在它药都变糖了 糖里面都可以放药了 那你滥用了 物用了乱用了 就上瘾了 上瘾就会中毒 任何一件事情 只要你物用乱用 滥用都会上瘾 上瘾就会中毒 爱情 如果你物用乱用滥用 就会上瘾 上瘾就中毒 乱爱 乱爱 物爱 自由 滥用自由 金钱 乱用金钱 权力 滥用权力 这都会上瘾的 上瘾就会中毒 那么上瘾的定义 我刚刚讲了 明知道已经破坏了 我们的关系 不论是夫妻关系 工作关系 个人精神的关系 你还要去做就会中毒 吵架也会上瘾的 明知道吵架 已经破坏了夫妻的生活跟关系 还要吵 这个就上瘾了 这个就是上瘾的定义 简单的来说 那么陈希慧现在在上瘾 在帮助戒毒上瘾的过程当中 我们今天晚上就找一些 现身说法来给大家讲一下 到底他上的是什么瘾 他是怎么上瘾的 我们怎么样来去处理这个上瘾的问题 很多人告诉我说 牧师啊 你讲得很好 你都是做过后的来补救 我们应该预防胜于治疗 这句话绝对对 但是绝对很难做得到 你是防不胜防的 今天很多做预防的工作 讲错了 还误导了别人去做那件事情 因为他所用词不当 有些人说 哎呀 吸墙的叫很过瘾 你讲过瘾 他明明没有吸的 一听到过瘾 他又跑去试试看 因为他很 他受了挫折 他要逃避 他就说 哎呀 他说这个东西很过瘾 所以现在我们也要有 小心的一个心态 去在这件事情上边 不要上魔鬼的当 而要用智慧的心 来敬畏神 帮助我们这些人 处理上瘾行为的问题 回头之后 又去帮助别人 来把这个瘾戒掉 这是双瘾 这是双瘾 有没有看到 不好意思 你再帮忙 整理电脑 来来来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会比较 比较容易 明白格林姐 三年前吗 我在 我见你的时候在 休斯顿还是达勒斯 两年半之前 两年半之前 很清楚 现在头脑清醒很多了 那个时候我见到他 他说他在教会 教会的牧师 是我以前的同学 在香港见到神学院 他说 牛牧师啊 这个孩子 我真的没办法 赌啊 赌到啊 真的是天翻地覆 他说 你们晨曦会 收不出戒赌的 我说所有上瘾的 我们都收 只要他愿意来 结果我跟他谈 他就跟我谈东 谈西 谈这谈 我很会讲啊 他的一大堆的道理 但是我们呢 是万变不离其中 你只要是上瘾了 背后就有个鬼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很邪恶的 所以我就跟他谈 按照我的经验来讲呢 可能你已经从哪个角度 哪个角度 那当然他呢 他也听进去了 那他是借什么瘾呢 借赌博的瘾 我想问阿芬 你当时 在哪个地方赌 德州很有意思 德州不能赌钱 所以要跨州 去奥克拉厚马 我就要跨州 从大拉斯开车 基本上就是晚上去 早上才回来 要跨州的 我说我很好奇 这个赌场 怎么这么有诱惑力 那一天我就跟我的同学 王牧师 王保罗牧师 陪着他去 你带我去跨州的那个 casino 看一看 结果呢 他带我们去 我们进到去的时候 我说 今天你去了赌场 有什么感受啊 你当时怎么跟我说的 你记不记得 不想赌了 不记得了 他说我今天啊 来到这里很奇怪 不想赌了 我说你平时这么大 赌州的 晚上去 早上回来 怎么现在不想赌了呢 都是因为有两位牧师在 你不记得了 我非常清楚 所以你当时会 赌到一个什么程度 是怎么样的赢 你心里面 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给大家听 就是说 是不赌不舒服吗 或者是赌了很爽 输了也很过瘾 其实最主要的是 一个抒压 一个心里面的压力 没有地方 可以释放的一种方式 那其实第一次 真正意义上 叫做上瘾 就是有一次 那时在餐馆里面工作 然后有一次 和老板娘有一些争执 老板减了我工作的时间 我不知道经济收入怎么办 那次去赌场 意外赢了很多钱 哦 problem solved 这就是problem solved 所以以后 凡是run into problem 我就用相同的方法 有一句话 抒情皆因 迎前起的 你以后一辈子抒情 就给你迎那一次 你就被勾上 这也是傻蛋的伎俩 他给你爽一次 可是以后都很痛苦的 所以抒情皆因 迎前起的 那你赌到什么样的程度 赌到怎么样 赌到跟家人的关系 赌到自己的感受 或者是你所拥有的物质 都到什么程度了 我在赌的时候呢 就是很正常的 输掉了几乎所有的钱 只差一步 其实在刘牧师 visit我们教会之前 我已经想过 要把我的车子抵押出去 去贷款去赌 所以就差一步 我就是借贷赌钱 那这样的话 问题就会更大 那跟家人的关系 更不用说 我根本不敢跟家人来讲 说自己有这些问题 也有一些客观的 真正的需要 比如说车子坏了 inspection没过 我也不敢讲 这些很legitimate的需要 我也不敢讲 结果保险也没有买 也这样registration 也没有做 也被抓 就是说生活完全是处在一个混乱的状态上面 就是为了钱 然后也为了赢 这种感觉 就放纵自己 后来我跟他分享了之后 他被说服了 就愿意来 结果我从德州 把他带来圣河西 可是一带来不久 做了我们成熙会 觉得很boring 觉得很无聊 又没有烟图 又没有电视看 又没有手机 甚至于没有报纸 没有 我们这个地方都没有 因为他们来戒毒的人 不会看新闻的 他都是看那些 色情电话啦 或者是那些东西 所以我们把 我们把这些东西 捡到最低的伤害 所以什么都没有 他马上就要回去了 不过感谢主 陈希会福音戒毒呢 就是每天有读经 祷告 等一下我们有个 简短的video 介绍我们工作的内容给他 那么请问你 你今年几岁 29 你什么时候开始读书 读博啊 25还是26 已经好几年了 那你现在住在 晨曦会多久啊 两年半 两年半 你现在 在做什么工作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光景情形 我现在从晨曦会毕业 在一方面我在读书 在full time读书 另外一方面在 林良堂的 full pantry 作为一个coordinator 所以你继续 还住在晨曦会 我还住在晨曦会 所以我们陪伴一个弟兄 最少三五七年 甚至到十年 你说哇 这么长的时间 那不是要花很多的精神 本来就是啊 本来就是啊 这一个就是要投资进去 但是 就一个人啊 就一家人 一个人吸毒 全家都痛苦受害 我最近来美国 就听到 他妈妈 妈妈来看过你啦 是 带了你弟弟 上星期 上个星期就来看 非常的喜乐 所以呢 很多时候啊 我们不一定是在享受到 这个戒毒的人的改变 还是享受到 戒毒改变之后的 家人的那种喜乐 一个人吸毒 全家都受害 一个人戒毒 全家都喜乐 就一个人 就一家人的 但是我们现在 还在陪伴他 继续走 下面的一个角色 所以每天 我们都有读经 祷告 然后教会生活 然后呢 即将他车子 都想要卖了 现在他的舅舅从德州啊 把车子送来给他开 可是还是要我们陪着他 等于一不小心 虽然见了两年半 碰到朋友 又去开车路 堵两把 那个车子也会卖掉 所以呢 这 这是真实的情况啊 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 走陪伴的路 所以晨曦会的工作 叫陪他走过 好 谢谢 谢谢你 赌的影 赌的影 是一种影 那么另外一种影呢 我们请 那个 Josia 来 大侠一样啊 Josia 谢谢 Josia 你今年几岁 我今年二十三 二十三岁 讲画子蛮清晰的 谢谢 你吸毒吸 多久了 前前后后 七八年了 七八年了 二十三岁 七八年了 那等于十几岁啊 就开始了 怎么染上的 朋友 朋友啊 朋友很重要 大多数都是同才年龄的朋友 吸毒呢 人家问 为什么会吸毒 大不了都是这种原因 无知 好奇 不信邪 还有混黑社会 那有些人不是混 他就是朋友 你朋友当时吸什么 吸什么毒 大麻 大麻现在要合法啦 怕什么啊 要合法啦 有什么好戒的 是gateway drug 啊 gateway drug 讲清楚一点 it's a gateway drug 我的英文不大好 请你讲中文一下 gate gate with drugs 就是入门毒品 我知道 我告诉你 喝咖啡多喝两杯都会上瘾 何况他们说 吸大麻不会上瘾 还有 有人告诉我说 教授教他 这样吸那样吸 什么时段吸 怎么吸法是不会上瘾的 这都是鬼话 都骗人的 不可能不会上瘾的 对不对 所以 那么 你吸了大麻 有什么感觉吗 不是教人教啊 你不要在那边讲的 你要讲不好的 你不要讲的 哈飞了会上天了 那个东西啊 现在这边不要教坏别人啊 真的 讲真实的就好了 我那个时候 有问题了 我有心心心的问题啊 有想逃 逃就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就吸就可以忘得了 可是最后忘了忘了 都最后连自己的问题都没有 就是 take care 最后 我现在也欠很多钱 都不知道怎么 这个是吸了之后的遭遇 我是说 现在大麻说合法话 但是吸了大麻 你曾经有没有感觉到 有 幻觉 或者是看到那个影子会 飘飘然 我也吸过大麻 所以说 那你有这种感觉吗 有 有 那你想想看 有人说 喝酒都合法了 大麻就给他合法化 这个话 非常无知啊 你知道吗 如果大麻吸了之后开车 那不得了啊 那在开车很危险的 他看了之后 看了幻影的 在那边飘动的 那常常每个人都这样子 那个车子这样子转了转去 那非常危险的啊 在这个高速公路 我不明白 所以说实在 今天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 牧师啊你有什么看法啊 你从事这个工作 已经40年了 你觉得大麻合法化 你有什么看法 我告诉各位 它合法的原因 我们大家要知道 没有办法啦 很多人吸啦 他是这么讲嘛 然后呢 他有收入嘛 他收税嘛 对不对 他说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多一点 又可以赚钱 又可以收税 而且大麻 比借香烟还容易借 这就是教授讲的哦 在温哥华有大麻日哦 他们出来说要大麻日 要怎么样 要自由 要怎么样 结果讲了这些话 我们听起来 不懂的人被他吓唬了 懂的人觉得非常的 不应该这样子讲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如果合法了 上了瘾的人 不会借的 合法了嘛 没有上瘾的人 当然会去吸 因为合法嘛 那惨了 这个入门的毒品 不会停止的 它不会停留在那个大麻 它会从大麻 转到不同的毒品 转到不同的毒品 那混合得更可 更可怕 所以你吸到 刚刚你讲的已经遭遇到 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解决 对 所以读书也停掉了嘛 读书也停掉了嘛 读书也停掉了 爸爸妈妈把我踢出去 都 最后自己的问题都不要 撞车 都自己的问题都不要 对 对 家人都在用 非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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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句实在话 就很痛苦了 对不对 这个情况之下 那么你在这么孤单的情况之下 怎么会来到陈希惠呢 我自己知道我有问题了 我也知道 有一天也需要 需要停了 就最后我姑姑说 我也需要停了 我自己也知道我需要停 最后我就 我自己也来了 自己知道 因为陈希惠 你自己也不想来 你自己不能 他们不会问你 他们也会叫你来了 可是你要是自己不想来 他们不会拦你 可是我自己知道你 我自己有问题 我最后自己来的 我想自己停 就不想让爸爸妈妈再心疼 对 我就来自己 你这个是 你这个是 讲得真好 不想妈妈心疼 爸爸妈妈心疼 今天妈妈坐在下面 特别高兴 我跟你讲 你真的 不想爸爸妈妈心疼吗 我劝你一句话 不要这么快离开主 也不要这么快离开陈希惠 为什么呢 老实讲 一年的Program 你吸了几年 才一年 那个比例差太远了 不可能 马上就会戒掉的 所以 要更加的踏实 落根 才能够真的做到 不会让爸爸妈妈伤心 明白吗 因为这个地方 是 真真正正 在把福音 传递给一个人的 生命所需要的 一个泪汉 如果你真的认识了自己 又认识主的话 将来 不但不会吸毒 可能上天还要用你 去帮助别人戒毒 你看你笑得好甜 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这一句 以前我一讲 他就摇头 摇头 摇头 意思就是说 不可能 不可能 我怎么可能去帮别人呢 但现在他慢慢笑 陈希惠的工作就是 慢工啊 细活 再温啊 赔啊 那不简单的 各位 刚开始来的时候 蛮调皮的 你看他这个孩子 很精明的 讲话比你都 聪明得很啊 我跟你讲 但是现在慢慢 越来越 越来越漂亮 谢谢 越来越真的 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有礼貌了 而且我还没有想到 你今天会讲 不想让爸爸妈妈 怎么样 心疼 心疼 你要记得 今天我们住在一起 讲的有见证人的 还有录影的 你不要到处 我不是说恐吓 或者我们是讲真心话 对不对 我们 你懒着憨感吸毒 今天信了耶稣改了 改了你就 改了你讲了你就真的要去改 这也是我们 在晨曦会里面呢 这一种的教导的内容过程 明白吗 好 那我问你一句话 你来的时候你都 读了好多书啊 哇 他一天读前 你读了多少本啊 快到四十本了 四十本书 我到四十年后 我还没有读了四十本 你来几个月你就读了四 他喜欢读书 他喜欢 很奇怪的 有些人呢 虽然他吸毒是那个坏的嗜好 可是他有好的嗜好在里面的 可是他的环境呢 就没有办法给他平衡下来 结果来了 今天看一本 明天又看一本 好喜欢啊 好喜欢看 看了四十本书 请问你有没有看圣经这本书 当然有 那是当然的 那你信了耶稣了吗 信了 你愿意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吗 我 我是 是的吗 是 他这次答得非常 上一次我来的 还不肯定的 所以我们不灰心不善党 你不要以为他很会讲话 你就怕了他 说这个没得救了 你永远不要想他没得救 你去救他 那是真的没得救 你又想他没得救 你又跑去救他 他怎么会有得救呢 我们要想到上帝的大人 可以救他的 可以救这个孩子的 我们信靠的是神的大人 不是我们的方法跟经验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这次来看了他 我心里面真的会非常的开心 我心里面说 孩子啊 回头吧 回头吧 何必去死亡呢 今天中午跟着爸爸吃饭 爸爸那种爱孩子的心 牛牧师啊 只要孩子 他如果能在晨曦会 他如果能够 使用你们一样去帮着 我就支持他到底 我们的同工都听得清清楚楚 天下父母心没有一个不爱我们的 对不对 是的 所以今天妈妈也来了 我们欢迎看看妈妈 请站在 你看 好 好 谢谢你 谢谢 请回座 下面 我们再看另外一种影 最后一个弟兄的见证的影 我们请Peter出来 Peter你看 神高马大 我先请教他 我说Peter 你可不可以讲你当时那种影的 再公开的讲 他说讲我 是的影吗 我说是 那读就不要讲 我说都讲了 两个都讲 那我们先Peter分享一下 好不好 大家好 我名字叫Peter 我是 我父母来自中国大陆 但我是在美国出生生长的孩子 我 就是 十二岁的时候我爸跟我妈妈离婚 然后我爸走了 所以 就是感觉到那时候就 好像破碎家庭嘛 所以我感觉到 在家里没有被肯定 所以在十四岁的时候 其实我第一个影 其实就是色情影 因为那时候网络很发达嘛 所以我第一个人上的影 最说最长期的影 就是看色情网的影 然后这个 这个一个一直持续到 可能有十多年 然后我 但是我是 我是在高中的时候 因为 家里没有感觉到 有归属感 然后 我住的地方也是在 Oregon Oregon 很少有 华人 不像这边湾区 会比较有 同伴的那种 归属感 我那时候 就是我唯一的华人嘛 所以我就也会 很孤单 所以我也为了 被朋友认可 我的朋友就 他们抽大麻 抽烟 喝酒 所以我也就 很单纯的 就跟他们一起这样 然后就 就像 就在说的 就是 刚开始吸大麻 然后就是那个 叫什么 露门 露门毒 所以染上了大麻 然后就 开始吸 摇头腕 就各种各样的 都开始吸 然后 到最后我是 染上了 Coc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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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个 毒品 然后 整整整吸的 有八年的时间 我也是 就是 在 23岁来的 成熙会 我23岁之前 就有 我的人生低谷 我的人生低谷 就是 大学没有念完 然后被我妈妈 赶出去 然后 当作流浪 一段时间 没钱 没有朋友 被家人拒绝 然后觉得就 好像很绝望 然后我妈妈 我妈妈就是姓祖的 我妈妈 就 有十年为我祷告 然后她 她听到 她有个朋友 在西雅图 西雅图教会的号角 她听到 成熙会这个广告 这个信息 在加州 所以她就 这个朋友 就把这个信息 寄给我妈妈 我妈妈就给 成熙会 当时姚牧师打电话 问他们 就是 可以去那边面试 然后那时候 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也真 也没有 我也没有信主 但是 就可能 愿意吧 就觉得我自己也觉得 走到尽头了 所以 就 心比较愿意 然后我们去 成熙会 面试 然后 然后 我就 我就进来了 我进来了 我 有两年的时间 在中心 当弟兄 当学员 后来 就这两年的时间 把这个毒品 跟药物的这个影 戒掉 但是我没有发现的就是 我把这个影戒掉的 我其实这个射的影 就更加严重 甚至我 甚至我 甚至我都去 找妓女啊 然后花很多钱啊 就是 真的 变成很严重的事情 然后 我就 到最后 我是 真的 对 我觉得 最后是 怎么戒掉这个影 就是 我 14年 遇到我现在的老婆 然后我们那时候 就开始谈恋爱 然后 我 当时跟她分享 我的一些的背景 就说我有 药物的这个影 戒掉 然后也跟她讲 我有这个 色情的影 但是 那时候 我就 怎么说 就 不知道怎么面对 所以我就有点隐藏 我这个 这个色情王的影 然后后来被她 被她 发现了 然后她就非常伤 伤痛 然后我们就 然后就 就到那个时候 我觉得 看到我这样的 因为以前这个 色情的影 我自己认为是 不会害到别人 因为我感觉到没有什么影响 除了影响我自己 然后 但是真正的看到 像我那时候 就我的 就阿宝我的女朋友 她 她那时候看到她 那么伤心 而且觉得 好像就是感觉到 你就 你不忠心 所以 我就 那时候也就 可能也是一个低谷吧 我就发 我就发现 这个影 确实 而且我发现就是 各种各样的影 其实有那个根嘛 那个根就是 那个根 如果没有拔掉 你借一个影 另外一个影 就会发出来 所以 我到时候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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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真正的依靠福音嘛 依靠福音嘛 依靠福音 来认罪 来 来悔改 来 前辈 被辅导 我现在有 跟陈希慧有辅导 八年了 我 一零年 现在已经八年了 时间过得很快 我 所以 到最后就是 到最后我就 我就跟我 我 当时女朋友 当时我的女朋友 现在我老婆 我跟她 就完全承认 我叫full disclosure 就我以前 这个色的影的 一切的东西 然后当然很痛苦 但是就 就对她很 老实的交代嘛 然后 从那时候 我们都 就是我们 我们尽力我们的这个 关系的 算是一个低谷 然后 就慢慢 就 我就走出来 我就走出来 现在有 一个半年 没有碰到 色情网这些的 任何的这个 我这个 这个欲望就 就没有 所以很感恩 很感 感谢 感谢神 我也现在 我现在是在一个大学 做国际学生的辅导员 在San Jose 有做了有 两个半年 然后很感恩 去年 二月份我跟我 老婆结婚了 所以 谢谢 谢谢 我们 晨曦会有一个教导 就是认罪悔改 就是认罪悔改 我们知道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我们也教导了 耶稣最高兴的就是 我们认罪悔改 不要逞强 Peter 成 他有一个好的地方 就是 愿意 认错 认罪悔改 他 很痛苦 我们就跟他分享 其实我们都有很多隐藏的 内在的软弱 只是有时候不敢跟人家讲出来 你这样子的话 神会悦纳 他就没有离开晨曦会 他常常一软弱 就跑回来 跑回来 跑回来 他说我不能离开主 不能离开晨曦会 晨曦会 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概念 就是晨曦会 是一个家 是上赢者的家 只要你愿意回来 我们都伸开双手 接拉他 所以他温然了这么久 我们也跟他现在的太太沟通 我们为他祷告 希望他在社会的力量 更能够站得稳一点 能够装备自己 有一天回头之后 也来兼顾他的弟兄 意思就是要成为同工啊 来帮助别人 他们也在寻求跟祷告中 这是希望大家都为 晨曦会整个工作来祷告 好不好 好 谢谢你 圣经说 使的毒钩是罪 其实我们戒毒就是戒罪 那么戒罪 没有办法戒的 除非靠主的宝血 捷径 我们也靠着上帝的恩典 和带领的人 愿意去相信耶稣基督 现在我们来放一个影片 看看晨曦会 到底是怎么帮助这些人的 请大家来看一下 美国晨曦会福音戒毒事工 是2005年 在加州的圣和西开始的 晨曦会福音戒毒 是一个以信仰为主导 辅导吸毒者建议的团体 我们的宗旨是不靠药物 不凭吉利 只靠耶稣 借着福音的大能和耶稣的爱 来帮助吸毒的朋友戒毒 脱离毒品的捆绑 重获新生命 晨曦会福音戒毒的运作 主要的概念是带领吸毒的朋友 认罪 悔改 信主 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在主里成长 成为基督的门徒 即走向福音戒毒的宣教 陈锡卫福音戒毒事工 在1968年 由香港美门 进信会 陈保罗牧师所创始 陈牧师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备受社会各界所肯定 主后1997年6月14日 陈牧师或英女王 伊丽莎伯二世半受荣誉讲照 再次肯定了陈牧师 对香港所做的贡献 之后又有曾经混黑社会 揽上读印十年之久的 刘明和牧师 因着神的爱 使他在晨曦会介入毒 从此他的生命得到改变 随后他回应神的呼召 要他回头之后要兼顾弟兄 陈保罗牧师就拆派刘明和牧师 去台湾成立了台湾晨曦会 因着各处教会的支持奉献 以至于一间间的戒毒村被建立 辅导的对象也骗起了青少年 弟兄姐妹 爱知独隐患者 更生人等等 同时刘牧师也在国外 成立许多福音戒毒村 跨越了不同国界 因此酝酿国际晨曦会的出行 目前海外戒毒先教的据点 包括太古、印度、美国、加拿大、缅甸和中国 刘牧师应长期对戒毒者的关怀 及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 因此在20013年 获得台湾政府所颁语的总统人道奖 神的名也因此得以被高举 让神得着当得的荣耀 多年来 刘明和牧师 往返美国各处教会 步道聚会 并传递晨曦会戒毒事工 把晨曦会的意象 介绍给北美华人的教会 感动了许多弟兄姐妹 起来参与 同时又看见北美有不少的戒毒需要 还有人回到台湾去戒毒 因而激发起在北美成立 福音戒毒中心的想法 在2004年6月 晨曦会再派了姚洪吉牧师 和图书美牧师一家人 来到美国加州 帮助急需戒毒的 姚洪吉牧师自己曾经吸毒20年 做了6次了 在台湾戒了毒 之后又成为晨曦会的同工 美国晨曦会 起初找寻房子作为戒毒的居所时 常常遇到困难 人们一听到是用来作为戒毒用途时 就退缺三分 但在主奇妙的带领下 一位主内的知识 听到我们的戒毒事工 十分感动 并且深信神的大能 能改变一切的人 包括吸毒的人 于是愿意将加州圣河系一间房子 出租给晨曦会使用 改房子可隆纳六位学院居住 于是美国晨曦会 在美国正式展开戒毒事工 并于2005年申请到戒毒牌照 正式成为当地第一间华人 福音介义中心 来帮助人戒毒 接受18个月在村福岛 二世纪教父特土良说 宣教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2007年2月24日 图书门牧师前往芝加哥探望一位 在监狱服刑的弟兄 在回城的戊图发生事故 图书门牧师被主决去 虽然失去爱去悲痛不已 但拥挤牧师却仍然坚信 神有自己的美并不气馁 继续鼓励弟兄勇敢前进 2013年1月份 姚牧师因签证问题 回台湾晨曦会服侍 感谢神及时的供应 随后神又陆续 再派三位同工加入服侍行列 现在美国晨曦会有三位同工 王彼得传道 谢冠廷牧师及王腾传道 神用两位非过来人 及一位过来人的一起配搭同工 以爱心服侍关怀学研 借以生命来影响生命 帮助学研建立稳固的信仰根基 愿意委身投入教会服侍来见证基督 神续会是以社区群体的家庭照顾模式 每天都有规律的生活做洗表 敬拜、读经、祈祷、团契、运动、工作 参加教会逐日崇拜及小组茶经 借此营造中心的一种属灵器 将信仰、生活化 也透过神的话语、教导来练进人心 重建全新的属灵价值观 培养基督的品格 达到身心、灵、全能、康复 我们也邀请不同教会的牧者、义工老师 来中心教导圣经及做心理辅导 此外,我们也参与社会关怀服务 协助食物银行派发食物 以及到各公益团体或教会做反读宣导 目前美国陈锡会正在筹划建立农场戒毒村 也确定农场市福音戒毒 是未来发展的经营方向 我们极盼望除了现实的辅导课程外 更可以借着农场市的生活操练 鼓励学院一同种菜养殖 自给自主 提供学院身体、心理、灵性 全方位的附建疗程 借此而产生良性的团队母亲 及彼此造就生命 美国陈锡会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 学员本身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 戒毒中心所需的费用 全由教会的信徒所奉献支持 所以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 晨曦会的事工需要 即在金钱上来支持 好教晨曦的精神能够传承 在美国让主的爱继续传扬出去 愿更多的人得着帮助 愿神的名得着荣耀 阿们 愿神的名得着荣耀 今天的毒品如同刘晓婷牧师所说 已经不是以前我们概念的毒品 今天是讲借瘾了 那今天在教会的孩子里面 很多是有这些上瘾行为的问题 所以今后我们晨曦会很邀请 刘晓婷牧师跟我们一起来配搭 到不同的社团教会里面去教育 如何的去预防 预防绝对是生意治疗 但是真的是防不胜防 所以我们将来会做 对教会或者是对一些同工 对青少年上瘾问题 有一些的讲座教导 如果教会乐意的话 我们都愿意去献身所法 去做这一方面预防的一种工作 但是另外我要跟大家做一个见证 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求一切相信的人 那么晨曦会不只是帮我们戒毒 他在上帝福音的大能 连我们的毒根都给拔掉 我个人来讲 我吸毒十年是海洛因 那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发作的一种毒品 神不只是帮助我 把这个毒品的坏器官拔掉 他还把我恨的毒拔掉 就是我被人家打的半死 那我想请同工放一下 那个谭先生与刘牧师的见证 黑社会打斗 他把我压了上山上去 把我压在地上 用榔头打 打了我肋骨这边断五根 后来他们拿铁条 要来打我的头 我怕被打爆 我拿手去挡 结果手就当场 看到被打断打弯了 结果最后他们拿玻璃瓶子 敲碎之后 在我脚面上搁 我当时非常的恨 就是这个人 恨到他呢 我心里面有一句话说 不杀了他 我也要废掉他一条腿 但是到后来 我去到晨曦会之后 慢慢被主的爱所融化 被主的道的能力 在我心里 释放了我 来把这个恨 转成我愿意去爱这个人 现在我向他传福音 他也信了耶稣 这个人 他还活着啊 现在还在香港 我三个礼拜前 两个多礼拜前 从香港到纽约 来加州的时候 我跟我太太还去看她 睡到那个床上 她已经中风了 我们来看下一张 这个是她女儿 当时十一岁 再看下一张 妈妈跑掉了 那后来呢 我找到她的时候啊 跟她吃完饭出去 我心里面真的非常的喜乐 但是她想 怕我害她的女儿啊 因为她怕我报仇啊 害她的女儿 后来我跟她说 神已经改变了我 我是真正的 不会再做害你的事情 然后她也接纳了 也相信了 最后呢 我们再看下一张 她在中风倒在地上 越来越瘦 我跟我太太说 她愿意接受主了 她可能快要死掉了 所以我有感动 去为她施洗 后来我的师母 我太太就跟我 到香港的医院 这边是我太太 这个是她女儿 这个是她妹妹 当我奉父子圣 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为她施洗的时候 我真的是泪流满脸 我何德何能为一个 杀我的人去施洗 这完全是神的工作 是神的爱领导 最后这个孩子 妈妈跑掉了 爸爸中风 我就有一个问号 这孩子是世界上 最孤单的孩子 谁来照顾她呢 神给我一个感动 就是你啊 给你干大了 还问谁来照顾她 结果就跟我太太商量 接下来这个孩子 成为我们的干女儿 我答应抚养她 抚养到大学毕业 现在她已经是大学三年级了 在中国的福州啊 非常的感谢神 这是神把我恨的毒业 给拔掉了 我们很多毒在里面 最后我还要做一个见证 去年12月19号 我又得了一个奖 这个奖呢 请帮我放一下那个 玉林台湾奉献奖 这个奖呢 是一个企业家 叫做林玉林 整个三重帮的 这个玉林 她是鸿太建设 这个林玉林呢 她捐了一笔 捐了一笔钱 还有没有另外一张 没有了吗 只有这张吗 她捐了一笔钱 就是给得奖的人啊 来鼓励 将来呢 这个台湾有更多的人 能够奉献给台湾的社会 她的要求是什么呢 勤奋 诚实 亲手做事 第二呢 就是财务 非常的干净 第三 对台湾土地社会有贡献 这个奖的奖金太大了 一百万美金 一百万美金 我当时听到一个小姐说 牛牧师啊 三十多年前 我就看到你拿了个包包 从香港来台湾 帮助这些人戒毒 现在台湾开了八个 又开了世界各地 到处跑 见你戒毒所 你又不收人家一毛钱 你要不要来申请啊 这个奖 我说这个三千万台币 我做梦我也没有想过啊 对不对 我说这台湾话 这没我的事 没我的份 她说没有关系 你来申请 就算得不到 你也可以让人家知道你的工作 没有想到呢 在十二月十九号 他们打个电话给我 刘牧师 恭喜你 你高票当选 什么叫高票当选呢 220个人申请 只颁一个奖 因为它是第一届 第一届 三千万的奖金 九个评审委员 这些都是社会名流啊 沈春华啦 盐长寿啊 政大的法学教授啦 律师啊 做评审 他们说恭喜你 我们泰兰颁了这个奖 但是我告诉他们 这是神级 我告诉他们 这是神级的背后 我的思想是 我所信的上帝 不只是信徒的上帝 门徒的上帝 也是非信徒的上帝 因为他是全人类的主 所以呢 虽然这些都不是信耶稣的哦 他们都没有信耶稣哦 没有信耶稣 后来啊 他们就问我 请问你得了这个奖 你怎么用 我真是一个礼拜睡不着觉 三千万我做梦也没有梦过 三千亿我做过梦 但得不到的 这个 每天就在想 怎么给女儿孩子 怎么奉献 跟师母 等等等等 到了几天之后 师母都 我的太太 请刘师母来一下好不好 这个时候选你来一下 OK 她 她 突然间问我一句话 她说 她说 你怎么想啊 我说 奉献给陈希惠啊 哎呀 感谢主 你跟我的想法一样 那就拍板了 就拍板了 没有的 拍板之后呢 我就告诉这个奉献的玉林基金 我说奉献做戒毒啊 我们一直都是 我很清楚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 这是陈希惠的工作 才能够有今天 所以她说 真的吗 这个奖是颁给你个人的 不是颁给团体的 你是以个人名义申请的 我说是 是真的 她说那你要签字 签字的意思就是不能反悔 我说签了 一签了之后 感谢主 我们就得释放 上帝不只是把我的毒品戒掉 毒瘾戒掉 把我恨的毒拔掉 也把我贪的毒 我非常清楚这是一个试探 也是一个试验 如果试探终堕落了 我可能就 我不会再去吸毒了 四十年我都没有吸毒 我从事这个工作了 但是我可能会渐渐远离神 因为有了这个钱 天天都在想怎么用这个钱 那就不会专心传道了 谢谢 谢谢你 那么另外呢 这同时也是个试验 神不试探人 神却考验 我们的人生呢 其中一部分就是考验的人生 不断的在考试 神就是试验 如同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一样 所以那是二度猛招 所以我很感谢神 把我的毒给拔掉 那现在我跟同工弟兄分享 出去来分享主的见证 都非常非常的感恩 而且有力 那么所以呢 最后我想请各位 为晨曦会福音戒毒祷告 我们将在两个月之后呢 就会从圣河西这个地方 搬到Guru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有个5 acres的农场 我今天特别带刘牧师去 因为刘牧师在这一次 刘晓婷牧师跟我在圣地亚国 去年见面的时候 给了我很多一种提醒 她说愿意跟我一起配搭 帮助藉毒人 特别是把 存息会四十年的经验 我在福资组作 走的四十年 给她呢 做成一个这样子的典范 然后呢 去教育 更多青少年 教育家庭 甚至于教育教会 来怎么样呢 做反放这种 上瘾戒瘾的工作 我觉得太好了 这是神赐给我们的 非常宝贵的童工 所以每次来 我这次明天晚上 我就去圣地亚国 又去他的教会 去那边分享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成立一个基地 做不只是戒毒 还要做教育训练中心 这个训练中心 就是训练更多 对这个戒引 防引的这个 事工的一个内容的认知 那么将来 我们在整个的社会上 可以为主做荣耀的见证 为什么呢 今天你去上Google看看 有哪一个宗教 有哪一个戒毒的方法 可以彻底帮人家戒引成功的 没有 只有福音戒毒 你去查一下 你可以查资料 你可以查Google 你可以查什么什么什么 只有 为什么呢 因为这福音 本是神的大人 要求一切相信的人 福音本身是有能力的 所以我们只要 忠心地把福音 传给这些来戒毒的人 你教他也要 你陪他也要 你管他也要 你有经验也要 你没经验也要 这福音是上帝的大人 所以我非常清楚 如果他们能够接受这个福音的话 神的大人领导他们 会改变一个人的气质的 连他的心毒 连他贪的毒都会给拔掉的 所以我这个地方 有带了一些手工艺品 是我们女子戒毒中心做的水晶 在这边 有一本书是我的见证 永不放弃的爱 一个是我妈妈的爱 一个是基督的爱 妈妈的爱很感动我 我妈妈是个传道人 十年流泪为我祷告 很感动我 可是也改变不了我 基督的爱激励我 使我在爱的激励之下 成为新造的人 回头之后 去兼顾我的弟兄 这是我的见证 The compelling love 就是这一个中文的翻译 可以给青少年看一下 这想望 就是很多见证 我们的前马总统写的序 这个上面 他很看重我们的工作 他不重 他是我所爱的 就是讲到 我们对弟兄 对这些戒毒的弟兄 四十年之后 我写了一本书 叫福音戒毒的深度与实际 深度是讲到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是独一的真身 基督教信仰 不是一个真空的理论 它是真真实实 活在我们生活当中的 所以深度与实际 实际就是 充充满满 有恩典和真理 在我们人生的 这一个过程和内容里面 还有 陈修会福音戒毒的 意义论述 这个都在这 那我们放在外边 如果大家有感动 可以去购买 可以去看 来支持这个工作 那么我们也 每个人拿到一张 这个陈修会的介绍 请你们为陈修会来带导 最后我要请 所有的陈修会同工 出来一下好不好 所有的陈修会 包括师母 Peter 还有牧师 王滕 一起出来吧 我来介绍一下几句就好了 我们要做结束了 所以我们来介绍 Peter 他在我们介绍的时候 最不像吸毒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真的没有吸过毒 可是他又最像吸毒的 不是最不像吸毒 他最瘦 他是印尼兰的宣教士 那他投入我们这个工作 已经多少年了 五年多 五年多了 天天陪着弟兄 陪着这些弟兄 成长 爱 管 是不容易的 那么师母 我刚才介绍 这位谢牧师 也是在教会里面 投入我们这个戒毒工作 叫谢牧师 好像在我们戒毒所 是个大家长 好像做父亲一样 就是非常的和海可亲 温柔 我告诉你 再凶的人 对着谢牧师 你都凶不起来 真的 那么谢师母 谢师母呢 陪着谢牧师 来关心我们的家属 很多家属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跟人家讲 就来参加我们家属团集 互相的祷告 安慰 这也是神给 那王腾 你看一表人才 可是他吸毒 吸到想自杀 在我们戒毒所 那后来我跟他讲 我说他用什么自杀 他们说喝沙拉托 我说沙拉托何不死呢 不要给他跑出去 因为他想喝沙拉托 去医院 我们送他去医院 他就可以跑 这也是一种伎俩 所以戒毒 还是有点经验 我就跟同工说 沙拉他何不死 跪下来为他祷告 祷告到他睡觉 祷告到他累 大家在那边为他祷告 后来醒来 怎么这么多人在吵 结果就听了一大堆人 在为他祷告 这也是一种方法 神给我们 你有什么 你有政策 我们也有对策的 你怎么吸毒想跑 我们也怎么来流理下来的 我跟你讲 所以这也是 今天他就在工人神学院毕业 然后结业 然后在晨曦会当同工 三个同工 批的 那我们也要介绍两位 是我们的董事 先介绍 张长老 张英俊长老 是我们第一届晨曦会的董事 五家的同工 爱我们直到如今 每个礼拜来查经 每个礼拜来跟他们分享 还有我们的董事 还有我们的董事 他还是我们 他是我们晨曦会的董事会的主席 所以我来的时候 五家是对晨曦会最爱我们 最帮助我们 包括了远长老 当时一开始的支持 有人送碗 有人送这个 有人送那个 一直到如今 大概也看了我们成长了 已经十三年了 十三岁了在这边 求主继续带领整个晨曦会的工作 你们都为我们祷告 我们努力的在前面去帮助这些 救一个 是一个 算一个 救一个人 也救一家人 好不好 我们最后唱的一首歌是 不要回头看 好不好 好 我们来唱这一首 这也是晨曦会的 他们叫笑歌 我们来唱这一首 我们来唱这一首 我们来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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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怕黑暗 不再怕路途太长 不再有不散看 因为有耶稣作伴 不再回头看呀 不懂长希望呀 一心一意跟随主 一直到天下 不再怕滚烂呀 主是我的亮呀 与主耶稣同行到天家 我们一起来唱好吗 我们爱上眼 折开眼前的路 那是我毕竟的路 但你是我的灯 我路上的光 一把黑暗全被沮上 不再怕路途太长 不再有不散看 因为有耶稣作伴 不再回头看呀 不懂长希望呀 一心一意跟随主 一直到天下 不再怕滚烂呀 主是我的亮呀 耶稣作伴 也祝福 祝福 也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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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也祝福 也祝福 感谢祝福